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,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花生是十大长寿食品之一,被誉为植物树中之荤,并且有不可忽视的药用价值和保健作用。 现在研究发现,每天吃一把花生的人,患冠性病的风险能够减少35%,而这是因为常吃花生,能够降低坏胆固醇,低密度蛋白的含量,能够防止冠性病和动脉硬化,让心脏更加健康。 还有研究发现了,如果饮食中把一份红烧肉换成花生,换糖尿变的风险会降低21%的。 花生中的钙质特别的丰富,无论是孩子、孕妇、老人,保证每天吃一把花生,都可以帮助强健骨骆。 早上吃一把花生,能够平稳一天的血糖,花生会减缓汤水化合物的吸收。 花生可以榨成油,或者每餐上吃上十几粒花生,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。 花生的不饱和脂肪酸,可以使肝脏胆固醇分解为胆汁酸,促进排泄,从而降低血中的胆固醇含量,预防动脉中央硬化。 平时我们胃部发生的时候,可以干吃几颗花生,能有效地缓解胃固的情况。 花生可煮水,当着代茶饮来喝的,能够降脂降压排止咳。 花生米中的脂肪酸构成,加上其他成分的作用,能够降低低密度蛋白的含量,让心脏更加健康。 花生米中的脂肪,可以使肝内胆固醇分解为胆汁酸,促进排泄,从而降低胆固醇含量,又以预防动脉中央硬化降低血压。 花生米中含有特别丰富的儿茶素,具有很好的抗老化的作用。 多煮花生米吃,有助于延缓衰老。 花生米中含有特别丰富的钙质,所以多吃花生米,可以帮助补充钙质,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,预防骨质松松。 花生米含有特别丰富的蛋白质,经常吃花生米可以保护眼睛。 花生米对人体的保健功效特别的好搭,今天用花生米搭配遗物,给大家分享一道酱血糖,酱血压的饰料方。 我们先准备50克花生米,把花生米淘洗干净。 花生米尽量选择红皮的花生米,红皮的花生米仰致会更高一些的。 还准备几颗红枣,我们把红枣洗干净。 红枣中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好处的维生素,以及微量元素,铁元素,以及铭元素,零元素。 这些微量元素进入到人体之后,能够很好地促进生性的健康,特别是起到补血活血的作用。 红枣口感特别的好,酸甜。 红枣中含的灶类物质,最有降低小脑的功效。 红枣中含卢丁,有保护毛细血管的通畅,防止血管壁催性增加的功能,对高血压、动脉中央等病有很好的疗效。 红枣所含的黄酮类物质,可用于高血压、动脉中央硬化的治疗和预防。 所以要多吃红枣的? 红枣富含黄磷酸腺肝,经常使用能够害好的补肾。 红枣多糖是红枣重要的活性物质,有明显的补体活性,促进淫巴细胞的增值作用。 可提高肌体的免疫力,增加抵抗力,补充气血。 花枢米红枣汤能够帮助降血压、降血糖、补肾,还可以预防老花眼的功效。 经常使用能够补血活血,提高免疫力。 再准备一颗苹果,我们把苹果清洗干净。 洗苹果的时候加入一勺食盐洗,食盐具有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。 加入食盐清的苹果特别的干净的。 俗话说得好,一天一苹果,医生远离我。 苹果是水果中营养最全面的一种水果啦。 富含特别丰富的维生素、锡、铁元素。 苹果味道不酸甜,进食后可以刺激垂液、胃酸分泌, 有助于缓解口渴的症状,可以增进食欲、促进消化。 苹果中含有特别丰富的果胶,能够促进胃肠道的蠕动, 还能够吸附肠道内的有害物质,调节胃肠道菌群。 苹果可增加饱腹感的,热量特别的低,非常适合减肥的人群。 苹果中含有的维生素C、维生素E,能够减少黑的酸的生成, 延缓衰老,有美容养颜的功效。 接下来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倒入锅中, 加入88%的清水,中小火焖煮30分钟。 小火慢煮,煮出来的味道更加的香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制作视频不容易, 请您快来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多少钱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,谢谢大家。 时间到已经煮好了,红枣、花生煮得特别的软烂,成碗融就可以直接喝了, 这里不需要放糖的,因为红枣自带的甜味,苹果也是一样的,甜甜的。 苹果煮后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消化的,最来口感香甜软糯很好吃。 花生、红枣、苹果一起煮,我们每天吃上一次, 相当于每天的一顿饭,连汤汁一起吃它。 一起煮,枣性肝温。 花生米红枣一起煮,红枣肝温,具有健脾异味, 益气阳血,富含特别丰富的铁元素, 能够促进人体内血红蛋白的合成, 能补血预防缺点性贫血。 花生米富含不饱和脂肪酸, 能降低血中的胆固醇含量。 有助于降血压、降血脂、降血糖。 红枣、花生、苹果一起煮, 可增加皮肤的弹性,延缓衰老, 增强人体的抵抗力, 还可以消耗预防老花眼。 花生皮具有不血的功效。 其实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花生米大。 新果中的维生素含量特别的丰富的, 我们每天都需要吃上一到两颗苹果, 补充维生素, 能够害好的村医肠胃的蠕动。 如果编密的朋友们, 想要减肥的, 可以吃上一到两颗苹果, 缓解便秘, 对减肥受伤也有很好的帮助的。 这道特别好的食料方, 其实我们可以多喝一喝的。 好,家人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,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为您分享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。